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想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作为唯一的一对外宾参加 请你马上去问一问亲王他是否愿意出席这个追悼会 我要很快得到他的回答 放下电话 我立即告知了西哈努克亲王 他即让我转告总理 一定参加 当我陪同亲王夫妇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贵宾室的门口 一眼就看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并 还站在那里 亲王夫妇立即直奔过去 和毛主席周总理紧紧握手 毛主席对西哈努克亲王乐 今天是为陈毅同志举行追悼会 陈毅同志是拥护过的 西哈努克亲王明亮的眼睛望着毛主席 双手在胸前紧握 静静地倾听着 时值熟久寒天 八宝山又没有暖气 临时在贵宾市置放了几个煤火炉 刚刚升火 热气还没有散出来 尽管又加了些电渠暖气 仍然寒气息日 可毛主席还穿着米黄色的做残酬睡衣 只在外面照了剑家大衣 周总理自穿着笔井的中山装 在那里招呼大家入座 毛主席坐在一侧正宗的沙发上 右手依次坐着西哈努克亲王 和法语翻译其宗华 左手依次坐着莫尼克公主和周恩来总理 陈毅夫人张希坐在毛主席的对面 在那里就坐的还有宋庆龄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真 李先念 李富春 李德生 郭墨若的 陈毅和夫人张希 大家仍在听毛主席讲话 叶帅趁这个机会 从毛主席 西哈努克眼前走过 来到周总理面前 交给他一卷文稿 总理轻轻地问 这是什么 叶帅没有答话 只是专注地看着总理 同时把双手一拱 举在面前拜了拜 意思是拜托了 然后侧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原来 陈毅的追悼会是临时提高规格的 上美原定的规格是 低于谢富志 略高于彭少辉 除总理外 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 也不允许民主人士参加 并由中央军委来主持 没想到正在午睡的毛主席 突然提出 要被车去八宝山 参加追悼会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 马上宣布 追悼会比原来规格要大大提高 要通知所有在京地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 民主人士 愿意参加的 都可以参加 幸好八宝山有的是花圈 总理亲自到场安排布置 正在这时 毛主席到了 比预定开会的时间 提前了一个多小时 周总理看他知 穿一身睡衣 称怪道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了 毛主席说 我睡不着 周总理转向主席的秘书 警卫批评了他们 一个警卫几乎是哭诉的说 他突然起来 冲出来说 走 他立刻就往外走 我随手抄了一件夹大衣 赶紧破了出来 毛主席的头发蓬乱 可能他是按中国老派的习惯 奔丧不休蝙蝠吧 当时也没有书子 只好有警卫员按住他 硬是用手把头发巴拉顺了 毛主席的出席 规格的提高 原定由李德生主持 叶剑英之道辞的安排 显然就不合适了 这才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 一一一叶帅 把道辞稿交给了周总理 这时 会场已布置完毕 总理请大家入场 张希和西哈努克亲王 一左一右扶着毛主席走在最前面 随后是总理和其他领导人 我一走进追到大厅 就见到姬鹏飞和韩念龙副外长 他们问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都不知道 看到他们面带惊涩 我早已 议会 不经外交部 而由总理直接安排外国援手参加国内重大活动 这可是第一次 当时那样一种场合 我已来不及解释 悲怅 肃默地追到大会结束后 毛主席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到张希面前 紧紧地拉着张希的手 相对无言 张希强忍着巨大的悲痛 送走了毛主席 嘻哈努克亲王又走过来握住张希的手 安慰他 请他节哀 亲王刚一走开 张希就再也忍不住了 顿时痛哭失声 倾吐着满腔悲痛 我们随亲王登上汽车 隔窗望去 上仙人的队伍 仍站在潇洒的寒风中 等候着最后一次为敬爱的陈老总送行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